我们做一个开发预告 这是一个7950X的CPU 我们上次拍视频的时候 已经装到机械上 我们现在正在用 用来剪辑视频 然后这个是买回来 然后用来做开盖器的 就是我们研发一个 把这个CPU给它开盖 那么开盖 原来德国有一个博主 也是做过这个视频 但是因为是德语版的 大家听的肯定不爽 对吧 我德语也不是很好 只有零基础 所以听的就很难 我们这期节目就预告一下 我们就买了一个7900X的CPU 最近7950X也是在做促销 是吧 京东3999 能抢到也算不错 但是整个平台其实还是比英特尔要贵不少 这样的话我用7900X去开盖 其实应该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 虽然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整体来说应该算比较简单 那么这个CPU去开盖 其实逻辑啊 其实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看看别人做的开盖器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它开盖元礼物在这里 做一下介绍啊 因为我们看四个边 其中有三个边是有电容位置的 那有一个边是没有电容位置的 所以做的这个开盖器 其实就是把这个顶盖 从这个有电容的边 向这个无电容的边这边 向这边推 然后因为它封装的这个四个八爪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八个爪子 八爪的触点和这个PCB的触点 其实是用还养树脂的 给它粘上去的 非常非常紧 对吧 我们从这边往 往另一端去推它 然后就把它位移 切看呢 这中间我们把它加热一点点 然后就可以把它推过来 推过来 然后反复往复去推 还养树脂是有特性的 它是你推以后 它会有还原 还原率 是吧 那最重要的 我们要处理开发的精度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要把这个边和这个边啊 让它有较大的位移空间 是这两个边 这两个边不能有较大的位移空间 因为你从这边受力 向这一边 没有电容的这边去推它的时候 那么这个力道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幅度要小 因为它还原以后 它不能顶到这边的电容 那这边的电容其实是有这个 上面也有还原素质进行 进行保护的 看到没有 上面像一个胶水一样的透明 半透明状的 所以你在推的时候要用力 然后幅度要尽可能小 反复往复去推推推推 然后就把它一个顶盖 把它位移错位 把它推开 达到开盖的目的 那么因为7G50X 我们已经装到主板上去用了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要开完盖 成功开盖以后 再来设计一个底座 就像这样的一个底座 因为你开完盖以后 这个顶盖的接触面积 和这个水冷头的 安装接触面积是完全不同 那我们要重新设计一个顶盖 把它的CPU向这个LGA插槽 下压 然后让触点接触更好 那原来的八爪 从这两个点受力去下压整个CPU 就不太容易实现了 那除了做一个扣具 像别人这样做一个扣具以外 我们还要做一个 散热器底座的安装面 然后是什么 就相当于说是 我们要安装我们的一体式水冷 就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一体式水冷 那这种水冷你要装上去的时候 你这个位置 你这个位置安装位 其实要发生偏移 那这个安装键也要发生变化 所以安装底座和原来的装配方式 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还要设计一个连接键 那之前这个德国的博主 它是用的分体式水冷头的 这个安装底座 它装出来只是把螺丝长度 剪了一下 那我们是要做的是通用键 那让很多大部分的这个水冷 都可以装上去 那就好了 当然这是想象中的 实际上如果说你要让 所有的水冷都装上去 那你的连接键必须是标准键 就所有的通用的标准键 就是有难度的 那用我们自己开发的水冷头 去做匹配的话 会更简单 因为这个三位模型 我们是非常精准的模型 不用再去建模 好 那这一期7900X 我们也要进行开盖的视频 就说到这里 另外提一下 其实很多人都跟我反馈 你怎么不开7900X 我先拿7900X开完再开7900X 包括还有很多人都跟我说 人家看7600X和7700X都开盖了 其实开盖这个东西 不是全民都可以参与的这件事情 也就是无聊玩一下 如果你真不在乎那个可能带来的风险 那开盖还是有意义的 越高的这个平台去开盖 你产生的损失也可能越大 所以你7600X 7700X 也就是玩一玩 觉得有那个经济实力的 还可以开盖玩一些 当然如果说模具精准 后续如果这个开盖的效率 比如说我开一个就成功一个 那这种还可以推广一下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希望就是说我们能探 在AMD这个上面 在真实架构上面挖掘更多的性能巅峰 好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